第95届奥斯卡镜像奖,杨子琼荣获最佳女主角奖,成为华人登顶第一人。 获奖电影《讯息全宇宙》在香港叫《奇异女侠完旧宇宙》,说的是海外华人奋斗和家庭的故事。 与此同时,华语演员关GVA也获得最佳男配角奖,一时间华人元素成为国际影坛的焦点。 说到杨子琼,就自然想到香港电影,他在领奖台上也激动地感谢香港电影。 香港电影曾几何时有过高光时刻,曾经的东方好莱坞,公夫、警匪、廉政、法庭、无厘头。 这些电影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故事回忆。 目前,香港电影正准备再次起飞了。 事逢其会,杨子琼或金像蒋的故事是否意味着香港电影经历起伏跌宕以后, 将会在新起点上承传起后,掀起新浪潮呢? 我们请来资深电影人和影兵人和我们一起为香港电影分析解码。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资深电影人和影评人和我们谈谈杨子琼,奥斯卡和香港电影。 在我身边的是知名导演,严浩先生,在我远一点那位,就是资深的影评人和传媒人,林锦波先生。 两位,杨子琼,大家现在都知道了,两位对他有特别认识的电影界。 就杨子琼,你访问过他吗? 一个很严格的女演员,不过是很保护自己的,当时应该是1993年左右,很久以前了。 我印象中她是一个很严格的女演员,后来做了打女,我想这个是其他一条路,应该这么说, 因为你做文艺,她不是演员出身,如果你说演技,她早期其实真的一样, 很严格的,但她专注打女,是令她的形象很好,就是令她杀出一条血脑。 另一方面就是,奥斯卡的奖,大家看来里面都知道,就是在投票完成。 很多事都是牵涉到很多经营公司、电影公司,做宣传,香港金日常都有, 他们是更加大规模,更加专业去做的人,就是在选举工作做。 变成了她的经营公司,今次做得好,或者电影公司做得好, 令她拿了一套片,拿了这么多奖。 你问我这套片好不好,我想,她上映的时候看的, 所以我现在印象中,没有你们这么清晰, 但是我一般的,我觉得是一个都算是玩回怀旧,或者玩回一些古怪的东西。 是的,但是这件事在近年,荷里活是很成人的。 昨天她很败这种所谓,带一些黑色幽默的方法处理。 林先生,你又说起那个演技问题, 导演,你熟了,一个演员,是不是好像杨智琼那样, 有机会划似一些完全自然不同的角色, 什么昂山素姬,打声,是不是这样是对她一个考验, 还是对她一个锻炼来的呢? Michelle,我认识她很多年了,她给我的感觉, 我和她没有合作过的,但是经常会有时候会碰到见面, 通过信,她的人,我反而不是觉得她这样保护自己, 她很正面的。 不是,她对传媒是会这样的。 她为人是很正面的,很正面的, 因为有很多明星,尤其是这些女明星, 她会特意避开你,拍戏就拍戏,拍完戏就避开, 她不会的,她会和你聊天,我没有和她拍戏, 但问题是在生活里面,她都不会的, 很大方的,那个人很好,很爽朗, 她的演技,我觉得在这一出戏里面, 是真是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我都很同意,刚才林先生说, 这一出戏,不是人都能接受到, 美国的报税,每年报税, 大家都是一个很噩梦, IRS的报税,大家都很紧张, 那些美国朋友,就算了,他们和别人都很紧张, 大家都很紧张,很紧张。 我有另一种感受,就是她说一些海外华人, 她怎样奋斗,她的家庭怎样艰辛, 那些呢,某程度和我们都是华人, 是感觉到比较亲切一点, 因为说的是美国的故事, 但是是说的是华人, 那样东西,就算不是说香港, 香港保税当然没那么惨, 但是呢,都感觉到他们那些艰辛。 那出戏呢,就是我觉得, 就是它那个很有创意, 它怎样为止创意呢, 就是我们讲故事呢, 通常故事都是有一个框架的, A1,A2,A3,3幕,清清楚楚地说一下, 第一幕,头二十分钟, 你要做些什么,介绍角色, 怎样怎样怎样, 你没有,但那出戏你跟不上的, 嗯,它打散了, 它打散了, 就是人家叫做脑洞大开的意思, 但是呢,在你的脑洞开之前, 已经塞了, 所以有些人已经睡了, 就是传统人的社会文章, 叫做《起承转合》, 就是他就不说这件事, 他没有的, 没有的,他不是这件事, 他不是这件事来的, 所以我在网上见到一些, 都叫知心影评人, 就是说, 我头半个小时睡着了, 这部是难评, 就是在Facebook里面这样说, 我觉得, 因为我又不至于这样说, 不是说那麽差, 但是, 我想对于我们来说是很不同, 正如陈生刚才说, 就是他说了一个, 在美国的一个很低价值的, 非白人的人, 我不可以说, 为什麽美国会受欢迎, 就是有很多非白人的观众, 会心痛感受, 就是他们会感受到这种压力, 或者这种很贴地的, 内门的一种情况, 所以他们会喜欢, 所以出戏, 你这样看, 就是说得很对的, 朋友们的感觉一样, 头半个小时, 你真的觉得, 做什麽呢, 怎样呢, 你怎麽拿这麽多奖, 真的不明白, 但是后来就发现, 这出戏的确是言之有物, 还有, 说回这班演员那里, 这出戏, 看来很散, 但是没什麽人气的, 没什麽人气的一个讲故事的方法, 是真是靠这班演员的精湛演技, 是粘在一起的, 是, 这个是真是可以肯定的, 还有一个有影响的, 就是说, 我们也说过基层, 就是底层生活, 如果现在香港被一些人移民去外国那些, 看完之后, 可能都有些切心的感受, 是吧, 都有些意思的, 既然提到香港, 杨子瓶在领奖的时候, 有特别提及, 多谢香港电影, 怎样看他与香港电影的关系, 我想导演都是80年代开始, 是的, 我想香港导演是最辉煌的年代, 应该这么说, 就吸纳了很多亚洲其他地区, 韩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所有的电影人都过来的, 那袁子瓶记住一个, 一个马拉的类演员, 过来香港发展, 那其实香港成功的, 非香港土生土长的演员, 不计其数, 应该这么说, 包括现在我们, 林青霞, 他们都不是香港人, 他们是台湾, 所以我想当时, 其实香港是吸纳了, 在亚洲很多精英过来, 而他们藉着香港这个平台, 是发扬刚大, 而当时香港就是一个, 所谓亚洲电影的其中一个, 的品牌, 或者一个的领头羊, 当时叫东方河里活都不为过的, 是吗? 不为过的, 我刚才听到导演讲, 那时候某大公司, 我都不讲哪个, 那些发行部的人, 去听导演, 或者听导演监制讲, 这段影片没有拍过800万, 你拍过800万, 我就不担保你可以赔本, 你拍不过800万, 无论多难也好, 我都有本事帮你归本, 即当时的发行网, 或者声网, 是大到这样, 即是你可以做到一个这样的情况, 即当时是挺辉煌的一个年代, 在那个年代, 香港电影影了一个很庞大的产业, 是吗? 问题是, 我们电影的产业, 能够在国际电影有一个地位, 即是有自己的特色, 是靠它的数量, 还是靠它的质量, 还是不是, 要靠它的剧本, 导演, 演员, 有人投资等等, 哪一样是重要的, 比你说印度, 它是玻璃活, 是吧? 我的印象就是, 是讲数量而已, 不会太讲求质量, 它是多产, 但是香港又不一定是这样的, 香港就是能够有一个, 以往历史上有一个地位, 是主要靠什么呢? 导演, 刚才你讲的, 行为都靠的, 演员, 资金, 这个剧本, 导演, 通通通靠, 但是最重要的是市场, 你有这样的市场, 你才可以发达去做, 你没有这样的市场, 你没得做, 当年没有中国大陆市场的, 就是靠唐人街市场, 台湾, 就是这么多了, 没有了, 这样就能够买到这些, 就已经叫做很厉害的了, 很厉害的了, 这样后来这些市场萎缩了, 没有了, 接着香港片, 就一直一直都不是很好景, 还有也是, 刚才讲的情形就是说, 曾经香港有一段时间, 就是由开工到拍完7天, 就看到了, 就是粗制滥造的, 我当时这个阶段, 我都经历过的, 应该这么说, 波列, 你举了印度的例子, 印度它有十几亿人口的市场, 所以它不需要向外扩张, 它自己可以养活自己, 香港不是, 香港当时二三百万人口, 怎样养活自己, 养活不了的, 所以它一定要扩张出去, 一定要将那个网, 发行网一路伸延出去, 那就是东南亚, 台湾, 韩国, 当时的南韩, 刚才林先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香港本身的市场, 不足以支撑一个这么大的产业, 所以注定了香港是要走出去, 要放开, 要在国际上, 起码在亚太, 是要打出一个局面出来的, 香港电影如果问观众, 你记得些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可能是有时间去设计的, 我们待会回来再谈。 好。 回来《解码香港》, 我们继续和两位资深电影人、 传媒人、影评人讲讲香港电影。 有之前我曾经说过, 你问观众, 特别是内地的观众, 他认为香港电影可能是影响一代人的, 至今还在讲无厘头, 警匪片, 无奸道之类的。 如果真的要数香港电影过去, 刚才林先生, 或者是艳导演讲的那些特色, 就是那个卖点, 所谓功夫, 警匪, 无厘头, 廉政, 法庭戏, 这些都是, 当然不少得你赤水流年, 赤水流年, 多谢多谢。 观众的角度就是, 一出戏两出戏, 可能就标志了香港电影的里程碑, 我们行内人不是这样看的, 是吧? 我想, 不是靠, 就是我们需要一些标凡, 一些典范, 或者一些标词, 就是说, 我家当时有无奸道, 一个这么厉害的, 这么大价格, 有手都这么好, 这么成功的, 或者英雄本色, 这些, 我们有一些标志性的作品, 但是, 那个只不过是一个标准, 因为最重要, 你的工业要蓬勃,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基石, 至于我刚才讲到发汗的问题, 或者是当时的产量, 就是当时我们的产量是很高下的, 就是超过一百多部。 现在在亚洲冒起的, 大家会议论韩国的电影, 我都会看很多韩国电影, 它给我的印象就是有风格, 你说风格, 比较有张力, 尺度很大, 就是很放, 看得很开, 以及剧情的冲突, 非常之尖銳, 这种风格, 是因为导演的风格影响, 又不是, 是那个市场, 或者是那个社会背景, 构成这样的风格? 我想, 情与韩国这个地方有关系, 因为, 我想韩国社会, 第一就是, 他们的贫富悬殊很严重, 和那个政治机构很奇怪, 我想熟悉行, 等级的上等级, 而且他们整个影视行业, 其实我曾经争论过很多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韩国会做到, 香港做不到, 我当时解释, 就找了韩国有一个工业, 它有根据基础, 当政府去发动, 这个所谓影视的发展的时候, 就各大的所谓的大公司, 就会投放资源下去, 因为他们除了硬件, 当时还用录影机, 或者DVD机那些, 除了硬件之外, 还要软件, 软件就是影视作品, 他们就会投入资源去, 一条龙都做了, 他们就会这样做, 所以他们很快可以做到很好的成绩出来, 而且韩国很长时间, 是做荷里活的后期的加工的, 他们当中是, 我们还记得当时90年代的时候, 就觉得, 咦, 看过一部韩国的景匪片, 就觉得,咦, 它叉了荷里活的很足够, 很厉害, 继承了荷里活的类型片的某些风格, 他们做到,越来做好, 因为最早他们做, 可能做一些道具, 一些死丝的道具那些, 就是他们做一些东西的, 原本是做一些后期的工作, 做一些前期的工作, 但是慢慢就发展起来, 他们就慢慢壮大了, 当然他, 你今天问很多行的导演, 他们年轻的时候看什么片, 香港片, 其实是很有趣的, 因为他们其实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的, 有很多, 包括大队的导演都是, 你可以说他们在某程度上, 但是因为他们配合了整个社会的结构, 以及他们的产业的发展, 他们越走越极端, 因为社会越极端, 那时候我们的作品都是, 有时候不发作品, 停过社会的矛盾, 社会矛盾越冲突越大, 其实它产生出来的作品, 是你可谓越丰盛, 或者越极端的, 那些情况会有这样的对比, 我为什么要问韩国这个问题, 提这个话题呢, 它不只是电影, 它的钟艺, 它的歌, 它的电视剧, 它的舞台演出, 演唱会, 一起, 那我们就想了, 当年香港不是何常这样呢, 香港的, 不只是电影风行一时, 香港的歌, 香港的电视剧等等, 是吧? 刚才说到, 社会的背景已经很大, 你怎么看呢? 因为国家的历史不一样, 因此他们对文化的表达, 和那种自由度, 亦都会相对来说, 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 譬如, 有一样东西, 譬如说, 这些是少带政治的, 因为韩国的电影电视, 它是不避开政治的, 它是照讲的, 有出韩国的一个长篇剧, 就是好像是改了, 从这个美国的长篇剧, 好像叫支牌屋, 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改篇的, 你说的是《倖存者》, 那他的《倖存者》里面就是, 即是他原本改篇的美剧, 美剧好像是改篇法国剧的, 是的, 好像是这样, 他说过总统突然之间被人堆垮了, 一群人堆垮了, 那怎么办呢? 只有分一个, 找一个Cat Affair, 找一个Cat Affair出来做总统, 那怎么办呢? 他改篇了之后, 我们大家都知道, 韩国是在美国的阴影下面, 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这些是政治, 但是他不会避开的, 他甚至说到就是, 他开始的时候, 找了一群美国的官兵, 上去他们的国会那里, 去讨论, 清日台, 是的, 但是不是正面去描写他们的, 总之他们在做波士, 上来做波士的, 是吧? 然后他们就说, 他说南北韩是不会统一的, 大家的意思是,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是希望我们分裂的, 美国人是希望我们分裂的, 所以是很难统一的, 我听到之后, 我马上转回来看, 是否人民日报的社论来的, 这篇不是的, 是韩国的电视剧, 香港当年, 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社会背景, 香港在七八十年代向上流, 即是起飞, 经济起飞, 亦都是这样引辱香港电影产业, 是吧? 现在来说, 我都不想讲他人志气, 我认为香港现在, 是不是都已经有一些, 经过一个时间的酝酿呢? 都有些新的苗头, 是让我们看到, 曾经我们有的高光时刻, 现在都有机会再起, 比如有些新进的导演, 或者开始现在有些, 给大家议论分扁的电影出来, 即是从质量上, 或者用人来说, 包括一些新的导演等等, 是否值得我们寄予希望呢? 正面去看就是有希望的, 但是我会客观点去看, 在制作的质量上是高了的, 相对来说, 因为整个制作的, 即是基础, 我刚才导演都清楚了, 我们80年代的时候, 基础比较弱一些, 你找到好一点的副导, 找到制作人就好一点, 否则就很差了, 现在不是的, 现在平均来说, 都可以的, 即是质量更好, 但已经不只是说质量, 你只要讲创意, 讲很多东西, 那方面我们是不够的, 人才是不够的, 你说是没有呢? 不是没有, 有, 不过, 我曾经讨论过, 之前我做过三届, 香港电影发展局首部剧情片的评審, 我看过很多不同的剧本, 但很多剧本其实是很, 某程度上是很写实剧多, 即是说, 我就很差, 我比较尖酸, 我的顾名是一些优化了私生下, 我不是变低私生下, 不过我觉得, 私生下是一个电视剧, 不是电影来的, 那变了, 你那个情况就是说, 这些导演本身的偏向, 偏好去了某些方面, 以前香港电影是比较百花采放, 有喜剧, 有动作, 又有警匪, 什么都有, 现在好像是拆了, 某程度上拆了, 这可能是跟市场有关系, 或者是跟整个环境有关系, 这件事其实是一个樽颈, 就是其中一个短板来的, 对我来说, 对整个工业的发展是一个短板来的, 林甥提到人才问题, 你说科技IT人才, 高薪请, 优厚的待遇, 给人家屋里等你来, 电影, 去回我们上半部分说, 杨子瓊, 他也是在马来西亚, 在香港, 建立他的电影的事业, 是否我们还要面对一个, 吸纳多些人才, 多些类似的杨子瓊的人来到香港, 这个, 召合成为香港产业一部分, 这个是否一个, 目前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吸纳当然好, 包括内地, 你吸纳是需要资金的, 我们这部电影, 我们从什么开始, 从剧本开始, 剧本开始, 你要一个人, 写一个剧本是大约半年到一年, 最少, 半年到一年, 那叫那个编剧, 你帮我写剧本吧, 好啊, 导演你可不可以先给一些, 给上期先, 导演都要吃饭的, 导演的饭都是靠拍戏, 以导演去贴金钱, 去给一个剧本, 不是三两万的, 你明白吗? 好, 剧本写出来了, 拍不醒又怎样? 拍不醒又怎样? 没有了, 没有了, 那钱又怎样呢? 是不是, 那你说, 那谁去资助一个剧本去承认呢? 没有啊, 所以这些完全是靠导演和编剧毅力, 只可以说那种不服堅持, 是吧? 那你不能搞啊, 因此是这样的时候, 你已经限制了更多人的走路来, 听大家这么说, 香港在这方面就要加把劲, 在过往, 即是八九十五代的分店, 这些基层人士, 电视台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电视台是月薪的, 它是份工来的, 因此它们就不需要担忧, 这部电视台能否开一成, 我每个月都要有工, 其实这是最早期的邵士家和他们的做法, 他们都要养一班这样的人, 但后来他们觉得开支太大, 所以没有做这件事, 有好有坏的, 每个制度本身都有好好的地方, 亦都不好的地方, 这是其中一个点, 所以听大家说, 我们香港电影的重新起飞, 可能要靠各方面, 不只是演员, 不只是导演, 电影产业, 包括投资, 包括政府的政策, 或者鼓励都是很重要的, 还有这个市场要继续扩展市场, 现在我所知道, 当然这个中国大陆市场是很厉害的, 如果我们能够去中国大陆市场, 是一个梦来的, 甚至海里活电影, 都希望有个梦想, 就是可以在中国市场能够分到一杯羹, 所以我之前都说过, 香港始终的市场是要向外变, 过去才能够成功, 今后都是要向外放开有国际事业, 才可以成功。 江山带有才认出, 长江后来退前了, 当一众天皇巨星巨将老江海纳的时候, 新一代的明日之星也开始崭露头角, 当杨子琼或金相将的同时, 新的香港好电影,好演员,好导演也正在陆续冒起, 感觉上这是个茁壮兔牙的春天。 香港电影是国际电影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杨子琼登顶或许正好是香港电影开新片的时刻, 香港要成为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怎么可能少得了香港电影呢? 怎么迎来再次的高光荣耀? 我们稍后找时间继续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